大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华人民国国庆祝70周年国庆的和平哥放飞车 我们这边能够看到一共是西侧有五辆车 然后刚才找了主播也看过到了东边还有五辆车 这十辆车构成了我们本次活动和平哥放飞的主要力量 本次和平哥放飞一共是七万余 每车七千余共计七万余 他将在庆祖大会将要结束的时候 进行统一的放飞 届时放飞的场景将颇位壮观 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也是非常期待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鸽子飞上蓝天以后 然后呢他会去哪里 是这样 这个七万余鸽子的来源呢 是由北京市的十六个区的养鸽户来交给各区的鸽户人 他们在放飞以后呢按照自己的所属的属地 也就是说回家的路自己就回到自己所在的区域 回到自己的鸽子家里头休息 也就是说鸽子能回到自己的家里是吗 按照原路返回 所以这个鸽子呢 根据它的特性呢 它需要在这个新的陌生地停留四到五小时进行定位 所以我们途天夜里头一点我们就进入广场 就是为了让鸽子定定神定灵性 然后摸清方位 这样它出楼以后就能够很快辨认到自己回家的方向 能够顺利回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